2023年8月28日 歌手吉克俊逸在某地参加了一场商业演出 本来应该是一次愉快的互动 却因为一位男粉丝的冲动行为而变成了一场闹剧 据现场视频显示 当吉克俊逸与粉丝合影时 一位男粉丝突然上前强行拥抱并亲吻了他的脸颊 导致他脸部受伤 不得不捂着脸匆匆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反响和谴责 有人表示同情和支持吉克俊逸 认为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并追究男粉丝的责任 有人表示愤怒和不满男粉丝的行为 认为他是在侵犯吉克俊逸的人身权利和尊严 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还有人表示失望和担忧吉克俊逸的安全 认为他应该加强自我保护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对于这一事件 吉克俊逸本人也在微博上发表了声明 他表示他在商演中遭遇了非常不愉快和不尊重的事情 让他感到非常难过和委屈 他说他非常感谢和珍惜每一位真正喜欢和支持他的粉丝 但是他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尊重他作为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感受和界限 他说他已经向相关部门报案 并希望能够得到公正和合理的处理 吉克俊逸是一位实力派歌手 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歌手等多档音乐节目 并获得了不少荣誉和赞誉 他以其独特的嗓音 多变的风格和敢于创新的态度而受到了广大乐迷的喜爱 然而 在这次商演中 他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伤害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中明星与粉丝之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风险 我们希望吉克俊逸能够早日恢复心情和身体 并继续用音乐给我们带来欢乐